我说老花姨,养花怎么还防倒符啊 你看这个,我们这个是不是就倒了 有的话说为什么倒,它长得长了它就倒 你看我们这个,这个叫居动规备 虽然说长得不好因为天气冷了,冻伤了 所以你要懂这个事 这种就叫防倒符了,给它支起来 有的话说老花姨,你不是说它就躺着长的吗 你躺着长的,我们空间不够啊 所以说我们给它立起来了 那有一些个,我给大家看看别的 你看有一些个,比方说这个垂丝茉莉来说吧 我们会加一根这个竹签子,给它绑一绑 有话说老花姨,你这个干嘛,也是防止倒符 因为它这个在新长的时候呢,是比较脆的,你看 这样一掰,它就断了,是吧 一掰就断了,它是比较脆的 所以说我们会用一根根给它绑住 是防止它断掉倒符啊,明白了吗 这是预防它倒符的,有的话说怎么预防 预防的话,我们更多的就是用杆子来支撑 还有一种就是这个,昙花 要么看我妈弄的,真弄的不专业 虽然说,然后呢,就这样绑起来 也是为了防止它东倒西歪的长 其实我们弄起来呢,够多的是为了节省空间 明白了吗,臭不 这个叫防止倒符,有很多的越级也是一个道理 它指着长会更好看 你如果说长偏了,它就难看了 懂了吗,臭不 这个叫防倒符,倒符呢就是防止倒 或者是符,就是符地模拟这种,啪,这就叫符是吧 倒,防止倒符,明白了吗 有的话说,老花一我可以不用这种物理的 我从它内心,内心你要是不让它倒符的话 就磷酸精简,或者矮状树的这种,让它长得矮状矮状的 不就不倒了吗,明白了吗 觉得不错,就得点个关注啊 我以为这叫什么问题啊 我的老花一,两个最单一,拜拜臭不